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一哥 今天我们到了长沙县的开会镇 先来这里参加这个实际的基地考察学习 这里主要是做一个乡村民俗的 好像做的还蛮好的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看一下 这后面这里有一个取水的工具 这里是这样一直转转转 循环的把水取上来的 有很多很老很古老的一些工具 在里面可以展示 这是一个展厅 给大家介绍几个老工具 这个草鞋架我们家以前也有的 但是现在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仿杀的车 很多爷爷来他们会坐 但是现在也没有了 全部都被拆掉 他们这算是比较特别古老的一些工具 这个大型的装备就是 这个木头呢 这个木头呢 我们这个老子也都还有 倒腻缩衣 这个军人来干嘛呢 老师的蒜盘 水壶 没有灯 我们家现在还有 只是都保存的不是很好 在我身后很多这个村居民房 都改善了统一的这个规格 统一的颜色 这里面有一些应该是可以入住的 应该是乡村民宿的房子 提供了很多简易的这个设备 可以给 那来的游客呢 可以住在他们家 享受这些地方民俗 好 我们看到这个五屯 它又是一个车屯 它又是一个光复发电 这个光复树这一块 我们村有100多个千万 那就是都跟国家并房子 我们是以节假日风 矿炮为主的一个生存的用战